我不方便在家裏說 但家裏不太想知道家裏是怎樣 幾位混亂 首先很感謝這麼多訂閱者 200個 現在也超過200個訂閱者 多謝各位 很難得 在這半年前開始拍影片放在Youtube 跟大家做多些分享 真的很感謝各位 一直給這麼多留言和意見 我認識一些網友都很不停地給很多意見 又說你的收音又怎樣 你的位置又怎樣 可以給很多意見 多謝各位 我經常覺得每一個留言都值得去珍惜 值得去珍惜 去留意 我盡力都會去聽 我這半年都說說 其實我這半年主要都是拍了兩種影片 一種是巴士 另一種自然就是關於大家 一些隱世地區 即是世外桃源 尤其是我想這半年最多人看的就是澄壁村 那條 那條的確有血有淚 因為其實去澄壁村 去澄壁村這個地方 又要攀山攝水 我又沒有去租架私人船 這麼貴貴 攀山攝水 去拍的 同一時間也要感謝我一個舊生 要讓Mathieu Mathieu幫我 和阿堅仔 他們兩個 就陪我一起攀山攝水去 去拍這些片 當年還有一條片 其實正在進行 不過真的要等Mathieu 要現在雜時的工作很忙 等他有空才能剪接到 那條去連馬坑 這個區又是一個 其實已經開放了 在一個非禁區 不是禁區的位置 但是他走那段路 又是要攀山攝水 才可以繞過去 這個非禁區的位置 那這條 又是很精彩的 這條 我當時是走到那些路 又完全是沒有爛路 有很多花花草草草草草木 結果我就走到 跌了下去 那些水坑位 直接滑了下去 整個滑了下去 這條也是拍到有血有淚 大家萬物錯過 連馬坑 連馬坑 這條 那我不知何時 希望連尾都會說得切 那 暫時我都拍了很多 主要都是巴士的影片 其實我個人 希望是低成本製作 所謂低成本製作 就是不用搞那麼多東西 去做一些製作 所以你看到我那些巴士片 全部都是就這樣錄 就這樣錄 就這樣錄 然後就這樣自拍拍 那就算了 沒有弄很多 那些很有深度的 voice over 或者又弄完後期製作 我真的弄了很少的 那 所有的巴士片 希望多多大家見諒一下 因為說真的 如果我要做那些技術 說真的 我就沒有這樣的能力 我經常都要靠我的 我的好舊身 Matthew 幫我忙 但是 第二次 Matthew 就不可能 那麼有空 抽時間來幫我忙 所以那些巴士片 就算是一些便宜的影片 為植大家各位的巴迷 其實我拍這麼多巴士片 其實我都是希望大家 多些坐巴士 就是有時候我看到大家 有時候都 港鐵其實真的很便宜 有時候學生價 本價這麼便宜 你很有誘因的 你會坐港鐵 但是呢 我有時候會覺得 真正最走腳的位 其實就是坐巴士 真的好 我希望大家都多走巴士 多些認識一下多些地方 有時候看巴士看景 都可以認識一下多些不同的地方 這個 答應過大家 200條片 就會出一些新的類型的影片 也答應大家 這幾天我就會 開始出一些新類型的影片 當然 希望你不要入門 可能未必適合你的 是不是 另一件事 其實我手上有很多想法 即是有很多不同類型的片種 不過老實說 有些我就愛於我 我覺得有些片 是要精心製作的 精心製作 我又要 有一些技術人員幫忙 如果我經常都這樣舉著電話來拍攝 其實是很低質素的 而且有些後期製作 我又不是 我又製作得一般 其實我也是需要有些人幫我 其實我本身有很多想法 不過真的沒辦法 希望 時機再成熟一點的時候 那些想法我能夠出得到 首先anyway 其實都五分半鐘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訂閱 大家繼續多點給留言 好不好 拜拜